哈喽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仰望天空 观察过天上的星星呢 脑补君小时候就喜欢在夜晚观察天上的星星 还记得当时总能看到天空有一颗红色的星星 非常亮 那时候就觉得它很特别 因为别的星星颜色都是一样的 每当和大人们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总会说 哪有什么红色的星星 星星不都一个样吗 而到了现在 这颗红色的星星似乎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肉眼再也看不到了 而这颗特殊的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 参数四 参数四是参数第四星 又称猎户座α星 是一颗处于猎户座的红超巨星 它是空中除太阳之外排名第12辆的恒星 在冬季夜空中 它与大犬座的天狼星 小浅座的南河三组成冬季大三角 可能很多人对红超巨星的概念不太了解 其实红超巨星就是那些濒临死亡的大质量恒星 同时也是宇宙中体积最大的恒星 它们的温度都很低 当恒星进入红超巨星这个阶段的时候 通常意味着它们的寿命不多了 其实在夜空中闪烁的恒星都有寿中正寝的那一天 科学家对此表示 并不是所有的恒星都会在宇宙中默默的熄灭 比如说太阳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 就会膨胀成一颗红巨星 其庞大的体积甚至可以将地球吞噬 而那些质量比太阳大得多的恒星 通常都会以一种更加壮丽的方式 超新星爆发来宣告自己的消亡 超新星爆发释放的能量 可以轻松达到太阳一升释放出来的能量的数十倍甚至更多 在爆炸的过程中 整个星系都会被超新星释放出的电磁辐射照亮 因此超新星爆发也被人们称为 宇宙中已知的威力最强的爆炸 由此可见 宇宙中那些大质量恒星都很危险 一旦发生爆炸 其周围的很大一片区域都将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令人担心的是 距离地球只有640光年的参速4 就是一颗这样的恒星 观察数据显示 它的质量为太阳的16.5至19倍 如此大的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恒星 发生超新星爆发的临界值 更重要的是 目前的参速4的体积相当于7亿个太阳 而据我们所知 这正是大质量恒星生命的末期 这就意味着 在不远的未来 参速4就会发生威力巨大的爆炸 参速4一直是科学家们的重点观测对象之一 这张图为1996年以来参速4的亮度变化记录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参速4的亮度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 但从2019年10月开始 参速4就开始异常变暗 到了2020年初 其亮度一度降低到1.8等左右 再次之后 参速4的亮度又开始大幅上升 当时有不少人都认为 参速4很可能即将发生爆炸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因为在随后的时间里 当参速4的亮度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又开始了下降 似乎又回到了正常范围 其实早在1920年 研究人员就不断使用不同的技术参数和望远镜 测量这颗巨星的大小 而且经常产生冲突的结果 而作为一个移动的目标 参速4似乎周期性地改变着它自身的形状 由于周边昏暗 光度的变化和角直径随着波长的改变 让这颗恒星充满了令人费解的迷 直到去年2月份时 参速4因为变得非常暗淡 而再次引起轰动 这次参速4暗淡到有经验的观测者 能通过肉眼轻易地观察到 作为一颗变星 参速4确实会经历光亮和暗淡的时期 但变化周期不够稳定 所以很多人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它的变化 恒星的亮度可以被好几种因素改变 例如造负变星会因为膨胀和收缩而改变亮度 这是因为造负变星膨胀的时候 它会引起外层的氦发热而扩大 而在氦冷却之后收缩 由于脉动效应是有规律的 天文学家可以用造负变星 作为标准烛光来测量相邻星系之间的距离 参速4是半规则的变形 因此其作用机理有所不同 作为红超巨星 其直径比火星的轨道宽 但其外层非常分散 这意味着层是对流的 内部的气体被加热并向上流动 至表面之后冷却再次沉入恒星中 这种对流现象也发生在太阳中 但是与整个太阳相比 它们微不足道 在参速4上 单个对流区域可以占据恒星表面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 最近的暗淡是由于一成大的对流区域引起的 随着大量气体泄漏到地面并冷却 参速4的亮度将比平时更暗淡 但是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情况并非如此 该团队不只是测量参速4的亮度 而且也查看其光谱 星光的光谱线通常用于确定恒星的化学成分 因为每种类型的元素和分子 都有独特的光谱线图案 但是这些受到其环境的影响 并且根据其压力和温度会产生略微不同 因此该团队使用光谱线来测量参速4的表面温度 然后他们将其于2004年参速4亮度的测量结果进行了比较 他们发现参速4的温度有所下降 从2004年的3650K 降到2020年的3600K 这可能是表面对流造成的 但对流远不足以导致它变暗 如果参速4的大气层像造负变星那样彻底膨胀 那么它也应该发生造负变星那般的温度变化 所以这不是答案 后来众多网友集思广义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观点 那就是戴森球 众所周知 戴森球是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就提出的一种理论 所谓戴森球其实就是直径 两亿千米不等 用来包裹恒星开采恒星能源的人造天体 这是一个利用恒星做动力源的天然的核聚变反应堆 弗里曼·戴森认为 地球这样的行星本身蕴藏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 远远不足以支撑地球上的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 而一个行星系统中 绝大部分能源都被浪费掉了 目前我们太阳系各行星只接收了太阳辐射能量的极少部分 戴森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必然有能力将太阳 用一个巨大的球状结构包围起来 使得太阳的大部分辐射能量被截获 只有这样才可以长期支持这个文明 使其发展到足够的高度 但是相对的 一旦对一个恒星使用戴森球技术 这颗恒星的亮度必然发生周期性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逐渐变暗 而在很早之前就有科学家发现 在距离地球大约有1480光年的地方 同样有一颗亮度变化 非常诡异的恒星 科学家将其命名为伯亚吉安之星 俗称塔比星或者太比星 他们通过开普勒望远镜 对这颗恒星进行了持续的观测 发现这颗恒星的光变曲线 和其他已知的恒星完全不同 它的亮度每次降低的强度是不一致的 这令科学家们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 后来人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很多推测 但是直到今天 最被人认可的推测只有戴森球 如果一个文明能够使用戴森球技术 那它们至少也是二级文明 反观地球在整个宇宙中 其实连一级文明的程度都被达到 那么回到参数寺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戴森球呢 其实这是有可能的 要知道参数寺是在猎户座 而猎户座是数千年来 全球古文明所崇拜的对象 就连埃及金字塔 玛雅金字塔等布局全都按照腰带三星所布局 我们甚至在外星人接触案和麦田怪圈中 都接受到来自猎户座外星人留下的讯息 科学家认为猎户座星座很可能就是早先造访过地球 并给地球带来文明的外星人的故乡 巧合的是 古埃及人称猎户星座为回天之门 是所有神居住的地方 金字塔里面的通风景只指天狼星和猎户座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以胡夫金字塔为首的最大三座金字塔 竟然与腰带三星刚好对应 其大小则反映出三个星的不同光度 这种惊人的巧合 恰恰反映在了金字塔作为地球和猎户的 星系通道 而这种不可思议的建筑构造 同样出现在南美洲的玛雅金字塔上 不管怎样 庄重迹象都表示 人类起源或许和猎户座有某种奇妙的关系 当然这些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理论和推测 那有没有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呢 科学家经过常年观测 得出最后一个可能 尘埃 事情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参数寺每次变暗都喷出了一团气体和尘埃 从地球视角看去 这些尘埃在参数寺表面延展 阻挡了部分星光 使参数寺看起来比它本身更暗 这个想法与2009年的观测结果一致 而且当时在这个恒星附近还观测到了雨流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应该对于这件事 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推测 不过科学家们最担心的是 这颗参数寺具体什么时间会爆炸 爆炸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地球呢 通过恒星演化模型 流体动力学模型 以及恒星脉动模型 对参数寺进行细致且深入的分析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参数寺的爆炸时间大约为90万年之后 参数寺距离地球只有640光年 对于超新星爆发这种高能事件而言 这种距离谈不上绝对的安全 虽然地球不会受到参数寺爆炸时产生的星际物质 辐射激波的影响 但是其产生的伽马射线暴 对地球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地球在4.5亿年前就曾经遭受过一次 伽马射线暴的袭击 在此次事件中 一束来自6000光年外的伽马射线暴 摧毁了地球的臭氧层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最终造成了奥陶纪大灭绝事件 这也是地球上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幸运的是超新星爆发时产生的伽马射线暴 是沿着恒星自转轴的方向传播的 而根据科学家的观测 参数4的自转轴并没有指向地球 而是与地球有一个大约30度的角度 因此可以说 就算参数4发生了超新星爆发 地球也不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也不必为此担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哦